我們收到的 他主動願意消假上班幫助公司 那公司這邊很回他 這是我們空服跳白步傳來的簡訊 他告訴他說感謝你表達資源之意 但現在目前沒有缺人 所以疫情你在家裡 拿出空服員主動要消假上班的Mail 常讓航空企業工會反指控公司 調度能力有問題 今天公司這個航班調度的問題 沒有一個主管願意出來承擔這個責任 然後讓主員去背負這個委屈 我覺得在這邊工會真的感到非常遺憾 空服員集體請天災假 長榮航班大亂 網路出現兩派論點 更有網友爆料 長榮請天災假是用網路系統申請 不需要事後審核 也就是說請假不難 工會在29號晚間9點展開指揮 導致隔天請天災假的空服員 多達500人以上 讓長榮只好乖乖投降 是工會操盤的大勝利 這完全是無稽之談 因為我覺得網路上的東西 我覺得大家要有自己的 獨立的判斷能力 就是工會絕對沒有在這一次的 颱風架做這樣子的指導 工會否認操作 還強調颱風天本來就不該硬飛 29號風雨最大當天 還有不少架長榮班機滿天飛 理事長用自身經歷 描述跟亂流搏鬥的恐慌 起飛的時候跟降落的時候 飛機都非常的搖晃 然後那時候真的 因為飛機你一旦只要飛出去了 你就是一個孤立無緣的狀態 長榮航空回應 28號依照氣象資料 預作規劃 其實沒有影響30號的航班作業 只是因為超過500名空服員 集挺起天災假 導致30號當天有超過20架飛機 停留在台灣無法執行任務 法務部也說如果有人假借名義 強迫他人非自願參與 涉及強制罪 而帶頭者也有可能觸犯刑法第53條 善禍他人違背法令罪 會責成轄區警方儘速調查 釐清背後是否有人主導 刑非法罷工之時 但不管如何 這次空服員集體請天災假 長榮取消航空受害最深的 還是無辜旅客 記者謝文強王院方台北報導